你看得出來我手上哪一支是最新款Apple Watch Series 5 哪一支是我帶了10個月的Apple Watch S4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Ama 如果你對今年的Apple Watch有興趣 再考慮要買最新款的Apple Watch Series 5 還是買前兩代Series 3或Series 4 或者是你已經是前幾代的Apple Watch使用者 再考慮要飆升級 還有為什麼一支Apple Watch有這麼多版本 不管是Nike 愛馬仕還是Apple Watch Edition 到底該怎麼挑選 如果這是你感興趣的內容 別忘了先幫我們把影片按一個讚 還要記得訂閱電話少女的頻道喔 還有為了方便說明呢 接下來我就會用Apple Watch S3、S4、S5來代表說明喔 自從蘋果秋季發表會之後 就有收到很多踏油的留言 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做最新款的S5跟S4的比較 還問說這樣子會不會給我們壓力很大 當然不會囉 只是這在Apple Watch S5評測的時候 沒有像iPhone 11系列那麼有成就感 就像是 你看得出來我手上哪一支是Apple Watch S5 哪一支是Apple Watch S4嗎 S5跟S4比呢 邊框跟圓潤邊角設計不變 螢幕亮度解析度等等都一樣 依然是40mm跟44mm兩種尺寸 以我手上這款40mm的鋁金屬版本來說 它的外觀真的跟上一代S4幾乎一模一樣 厚度不變 40mm的版本重了0.7克 44mm的輕了0.2克 基本上呢你是不會感受到差異的 也因此啊 從A3、A4的錶帶到S5都是可以共用的喔 那如果你想讓別人知道你帶的是 蘋果最新款的Apple Watch S5呢 除了就是大聲跟大家說我手上是最新款之外呢 就是一定要開啟它的一個新功能 Always On Display 螢幕強亮囉 Always On Display 是這次Apple Watch S5的主打獨有的功能之一 在Apple Watch S5之前 Apple Watch 在你放下手臂時會自動關閉螢幕 需要抬起手腕來喚醒或是清點螢幕 而這次S5主打的Always On Display 隨顯Retina顯示器 是採用了業界唯一的低溫多精細氧化物LTPO顯示器的技術來實現的 它的特色是可以彈性調整螢幕更新頻率 從最高60Hz到1Hz 60Hz就是指畫面一秒刷新60次 而1Hz就是指畫面一秒刷新一次 那這樣可以讓整體的功耗更低也就是更為省電 而表面也因這個技術做了一些設計 像是放下手臂或是根據手掌清淡螢幕 S5的螢幕亮度雖然會下降 搭配全新的環境光度感測器 就可以根據環境所在之處 提供可以觀看的必要亮度 表面也會精簡只提供必要資訊的細節 仔細看你也會發現秒針跟表面底色消失了 大字體的話也會從實心變成空心等等 而在抬起喚醒或是點擊螢幕時 整體的螢幕亮度才會提升 並且顯示整個完整的表面 這次Always On Display的初衷並不是想要模擬傳統表面 而是讓特定的場景下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觀看資訊 像是跟主管開會的時候 正在做瑜伽快累死手又不能動 或是下大雨左手撐著傘 右手又大包小包東西很多的時候 過去的Apple Watch 這時候就是一塊黑畫面 但是如果是S5想偷瞄時間 或是監看體能指標等等 就都不是問題了 對我這個Apple Watch A4的使用者來說 這真的是蠻打動我的一個特點 講到Wii Sound Display 就不能不提到這次的續航啦 過往Emma自己在使用S4手錶的時候 大概都是從早上9點用到晚上9點以後才充電 那在這個期間是使用Wi-Fi連線 然後沒有運動的情況下 大概會有五六十則的社群訊息震動通知 然後也會簡單回幾個訊息 再加上通勤聽音樂大概半個小時 那通常都還會有40%左右的電力 還算蠻有餘裕的 那在同樣的情況下讓我用S5的時候 雖然它有LTPO的省電技術 但它的電力這時候在開啟 Always Sound Display的時候 大概會剩下30%左右的電力 好在蘋果也有提供了 關閉永遠顯示螢幕的功能 因此MRZ的使用建議會是 如果你想要長時間帶著S5的話 還是可以只在必要的時候 再開啟Always Sound Display功能喔 第二個Apple Watch S5的獨有功能 是指南針啦 這次內建了全新的指南針APP 可以幫助你辨別方向之外 還會顯示你的各種精確的地理位置 像是偏斜度 經緯度等等 目前高度也是可以幫助 長區戶外践行爬山的使用者 更能掌握海拔高度 對於在高海拔地區活動時 搭配體能訓練指標也可以更了解 身體狀況並沒有不舒服 像是高山狀的情況發生 第三個Apple Watch S5獨有的特色是 全球緊急電話功能 其實這邊Emma也稍微研究了一下 因為從S3、S4、S5 它在安全功能方面其實都是有不一樣的喔 首先呢 SOS緊急服務功能指的是 緊急狀況發生時 它會自動撥打電話給你一開始 Apple Watch 設置地點的緊急救援電話 同時也會發送你的地點給你的緊急聯絡人 同時間在表面上也會提供 醫療卡資訊給急救人員查看 而這個功能其實是從S3、S4、S5都有的 而且最快的方法是直接按住側邊按鈕來啟用 那如果你的版本是GPS加LT的話 就算手機不在身邊也沒有關係 但如果你的版本是GPS的話 你就必須手機在附近 或者是Apple Watch有連線到附近的Wi-Fi 再來心臟健康功能跟跌倒偵測 都是S4跟S5的標款才有的喔 因為S4跟S5都同時具備了光學跟電子心率感測器 這兩種心率感測器可以提供高心率、低心率的通知 還有心率不整的通知等等 加上蘋果使用了自訂演算法分析 在加速感測器跟陀螺儀的資料上 就可以偵測你是否嚴重跌倒了 然後連接到SOS的緊急服務 而這兩個功能也已經在這一年 證明了對很多使用者的重要性 在這次發表會上也展示了很多實際案例喔 而在Apple Watch S5上面呢 則新增了一個全球緊急電話功能 畢竟每個國家的緊急救援電話並不一樣 像是台灣的話就是119 美國的話就是911 那麼它會根據你的所在位子來多打這個電話 那對於常出國的人來說可能就很實用囉 再來介紹新功能呢 是只要你把軟體升級到WatchOS 6 就都會有喔 不管你買的是A3、A4或者是A5 首先是獨立的App Store 可以不用再透過手機直接在手錶上下載App啦 另外新增了驚奇追蹤 以及幫助你主動關係聽力健康的噪音App 還有計算機、語音備忘錄跟Podcast也可以在手錶上直接使用了 我自己覺得計算機在出國買東西的時候 不用拿出手機來換算幣別很方便 數字會放大的這個UI呢 對男生粗手指來說也算好按的 我覺得這是蘋果的小小貼心 值得一提的是呢 這次Apple Watch S5的儲存空間 先從上一代的A4 16GB升級到32GB 可以幫助你存入更多的Podcast還有音樂啦 這樣如果你出門只是想買個東西 不想帶手機或是去運動的話 只要連結上藍牙耳機呢 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而且不用擔心容量不夠囉 總結來說呢 Apple Watch S5的獨有功能呢 就是Always On Display、指南針 還有全球緊急電話 還有儲存空間變大 那其他的呢 幾乎就跟上一代S4一模一樣 那Apple Watch S5這次的系列 有哪些呢 主要的話有分為一般系列的 鋁金屬加不鏽鋼款式 Nike系列也是鋁金屬邊框款式 但主打的特色是有專屬的 Nike表面設計跟錶帶 另外還有兩款A4沒有的 新材質鈦金屬跟陶瓷款 官方稱為Apple Watch Edition 它的台灣售價預計會突破兩萬六起跳 而鈦金屬呢 據說比不鏽鋼款式更輕膚 如果是嚴重過敏兒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 而陶瓷款式呢 只能主打更耐刮耐用 但也更昂貴 那S5的愛瑪士款式呢 則是都搭載了不鏽鋼邊框來搭配 主打的呢 當然就是愛瑪士的專屬表面 還有跟愛瑪士包包一樣的皮質錶帶啦 四個系列都有GPS跟GPS加LTE的選擇 要怎麼分辨就看表冠上 有紅色邊圈的呢 就是GPS加LTE的版本 沒有紅色的就是GPS 也就是俗稱的Wi-Fi版本喔 欸瑪自己覺得呢 鋁金屬款式就已經很夠用了 像我的Apple Watch S4呢 已經帶了十個月幾乎每天佩戴 那我沒有裝保護殼 也沒有貼膜的情況下 狀況算是十分良好 那如果你是運動的愛好者 那可能對Nike的系列會比較有感 或是像一開始所提到的 你想買最新款的Apple Watch S5 口袋夠深又想要讓人一眼看出 那麼就直上Apple Watch Edition的特殊材質吧 至於不鏽鋼表框呢 雖然很有質感但也比較重 同尺寸來說四種邊框材質的重量是 鋁金屬最輕再來是鈦金屬 陶瓷最後是不鏽鋼邊框最重 雖然他們的差距都只有一點點 但我自己比較小隻 所以就會覺得不鏽鋼邊框沒有那麼適合我 那現在呢台灣在9月底啊 目前只有鋁金屬的GPS版本 但是從10月開始就會陸續推出 Nike還有其他的系列了 也建議大家可以到實體店面佩戴看看喔 最後你問我身為10個月的Apple Watch A4使用者會升級嗎 我個人可能不會 畢竟A4跟A5的處理器它在效能上是一樣的 再加上呢 A5獨有的功能呢 對我來說也不是必要 而且我才使用了10個月啊 不過認真來說 如果你是Apple Watch A4之前的使用者 或是這次你第一次想要買Apple Watch Apple Watch Series 5呢 Emma還是很推薦的喔 在講上一代手錶時 Emma就有提過 Apple Watch Series 4呢 搭配WatchOS 5呢 算是一個很完整的穿戴型產品了 它想要主打的呢 並不是取代手機 而是成為一個健康生活的手機配件 而這次呢 Apple Watch Series 5 搭配了WatchOS 6呢 更明顯的企圖心呢 是想要擺脫離不開手機的傾向 不管是獨立的App Store Always on Display 或者是各種安全健康功能的完整提升 都讓我們在生活中有機會稍微脫離手機 也不用刻意跟手錶互動 就可以享受Apple Watch Series 5 稱職的扮演隨身助理的角色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沒有很高 想要首次嘗鮮Apple Watch 覺得自己也用不到A4才有的 心率偵測跌倒偵測 或是A5獨有的Always on Display 海拔高度或是指南針功能等等 那Apple Watch A3目前的價格是台幣6千次起跳 幾乎是最新款A5的一半 因此接受便會比較粗螢幕比較小 還有開啟App的速度比較慢 我個人是覺得蠻fair的啦 那也建議大家可以去看看 Emma之前所做的A3跟A4的使用體驗比較喔 但是還是要再強調一點喔 如果你買了Apple Watch 一定要跟iPhone搭配使用 然後如果你買的是最新款Apple Watch Series 5的話 它一定手機要升級到iOS 13以上喔 以上就是這次最新款的Apple Watch Series 5的功能介紹 還有使用不到一週的小心得啦 那也希望各系列的介紹 還有跟A3、A4的簡單比較 有讓大家比較清楚該怎麼選擇了 那如果關於Apple Watch還有什麼問題呢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或是直接告訴我你買了哪一支Apple Watch吧 喜歡今天的影片別忘了幫我忙以格拉提 也要記得訂閱電話上你的頻道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通知 才可以接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喔 大家掰掰